这样的发布情况其实就是太风往南修 而且暴风半径有扩大 那我们在汉营变中心 其实一直持续注意这个状况 那原本预计在今天早上9点再来做一个宣布 那我们发觉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特别是台东山区的部分的民众 其实是雨大风强 那在这里我们也希望让民众 更好的及早的因应准备 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布 也许会让民众感觉有一点不方便 在这里也致上最大的牵引 真的不好意思